Hello,我是Frank 这期课咱们来到99课 这期课有意思了 上来题目就一个字 YOW 这不是YOW 这是YOW 这个就是老外在跌倒的时候 或者是发生什么意外 抓了个跟头之类的 他就会说YOW 好,接着再跟你讲两个老外在说话的时候 特别喜欢用的口头语 一个是OPS 这样的感觉 咱们中国人好像没有这么说话的 什么情况下用这个OPS呢 就是说错话了 不小心把什么小秘密给说出来了 或者是不小心你正埋着一个人 你说那个人老瘦了 瘦的跟面条似的 结果旁边正好有个瘦子 听到了 这时候你一吻嘴 不好意思,说错话了 好,另外还有一个词叫 OUCH 这就表示突然很疼痛 比如说被蜜蜂遮了一下 或者是被针扎了一下 或者被人踩着脚了 OUCH 也不是这样的 好,接下来咱们进入正门的部分了 我的天,这怎么了 这是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这个Andy大喊了一声 然后Lucy着急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出门了这事 What's the matter 这句话是我们之前就学过好多遍了 就是问别人什么情况 出什么事了 就是What's the matter Matter表示事情的意思 好,现在轮到Andy给他叙述一下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注意这个描述非常好 首先用过去词 因为他已经摔完了 已经躺地上了 I slipped and fell downstairs 连用了两个动词的过去词 一个是slip 它的圆形叫slip 注意它不是sleep sleep那个词表示睡觉 这个词是滑倒 滑了一跤 slip 我们经常说的脚踩香蕉皮 脚踩西瓜皮滑倒了 你可以怎么说呢 slip on banana skin 这个skin咱们之前是接触过的 它表示皮肤 也可以表示水果的皮都可以叫skin slip 就是踩到一个什么东西上面了 slip on a banana skin 踩到香蕉皮上滑倒了 好,同时这个slip 还可以表示下降的意思 那滑倒可不是下降的 直接降到地上了 它也可以表示这种虚拟的 比如说考试 下降到第三名了 平常都是第一 这回下降到第三了 非常不开心 slip to third place 这个place表示地方的意思 前面这个third表示第三个 就是下降到第三个地方了 那就是第三名了 好,接着这个slip 还有一层含义 表示滑落 虽然都是落 但是这个更体现于滑 脱落这种感觉 比如说正洗手呢 肥皂从它手中滑落 都溜一下钻出去了 就可以说 the soap slipped out of her hand 好,接着呢 我再给你补充几个 跟slip滑倒摔下来 这个词长得很像 或者由它变过来的词 有一个词叫slipper 这个词表示拖鞋的意思 咱们室内屋里面穿着拖鞋 啥意思呢 拖鞋也叫塌了板 塌了在地上走 自溜自溜这种感觉 所以也是这种slip的感觉 所以这个slipper就是拖鞋的意思 另外还有一个词 跟它长得很像 就是把这个字母l去掉 变成了sip 这个sip sip sip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 小猫喝牛奶的时候 sip sip这种感觉 你拿小舌头 就是使你舔这种感觉 这叫小口的米 或者你喝一口小酒 这种感觉 就是sip 来咱们造一句话 就是他缩了一口小酒 或者是慢慢的米了一口小酒 你就可以说 he sipped his wine slowly 好最后再补充个小词 就是lip 直接把这个s给它去掉 变成了l 这个词表示嘴唇的意思 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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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嘴唇 好 现在咱们第一个动词 slip 咱们现在整完了 接着来说 后面这个动词 它叫fail 显然这是一个过去式 而且是一个不规则的变化 它的原型叫fall 然后过去式 看这括号里 写的过去式叫fail 然后过去分词 又变形了 变成了fallen 这个词表示落下和跌倒的意思 当你想说一个正在飘落的叶子 你可以说a falling sleep 用现在分词falling来表示正在飘落 这样一个感觉 如果你看到a fallen leaf的话 那么就说明这个叶子已经落下来 因为这是什么呢 它叫过去分词 就是它已经成为过去的一个形态了 它已经落下来了 a fallen leaf 好 最后再给你补充一点 这个其实咱们之前提过 我们说秋天的时候 英国人经常说autumn 然后美国人经常用的是fall 因为fall的感觉 就是到了秋天 叶子都黄了 全往下掉 所以fall就表示秋天 好 接着再往后看 fall的后面 还有一个词叫downstairs 这个词我们之前见过 对吧 我们学了一个词叫upstairs 那个词表示楼上 那么这个词是楼下 注意它在这做一个副词用 它修饰的是前面这个动词 fail 摔了 摔哪去了 摔楼下来了 它在这个句子当中充当的句子成分 叫状语 当然这个状不状语的 我倒不认为这个概念很重要 状语就是一个状态 来描述它摔下来的方向 不是往上摔的 不是越摔越高 是往下摔的 好 接着再来看下面一句话 Lucy非常好心的问她 您摔伤了没有 疼不疼 have you hurt yourself 这里面出现一个声词 非常重要 非常好的一个词叫hurt 这个词表示受伤了 伤害了 疼了 这个词的原型 过去是 包括过去分子 长得这一毛一样 没有 括号里的两个 这一样的 所以在原文的句子里 have you hurt 这很显然是一个现在完成时 所以用在这里的hurt 应该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一个过去分词 好 hurt这个词 咱们好好讲一讲 首先可以怎么用 比如说受重伤了 你可以说be seriously hurt 这个series就是非常严重的 受轻伤就是be slightly hurt 同时这个词还可以这么用 就是使什么东西疼了 你给我脚弄疼了 这双鞋穿着我脚疼 你就可以说these shoes hurt my feet 同时当你想表示伤心了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这种感觉 就是伤某人的心 你可以说hurt somebody's feelings 把他的感情给他的心 给他伤害了 伤害我自尊心 伤自尊了 咋说呢 hurt somebody's pride pride这个词 还不是咱们现在要学的 这词表示自尊心的意思 然后情感上受到伤害 就是get hurt 直接翻译就是得到了一个伤害 就是情感上受伤了 好 最后这个hurt 当作不及物动词的时候 啥叫不及物 再回一遍 就是这个动词出现 后面不用再涉及到任何的人 或者物了 直接用就可以了 用它单崩了一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脚疼 那就是my foot hurts 直接用就可以了 这个动词 后面不用加东西了 对吧 再来一句 my shoes hurt 这不是我的鞋疼 我鞋疼不疼无所谓 就是我的鞋穿着脚疼 注意看到这样的句子 一定要会翻译 好 再来一个 我的头一转就疼 你看这个 这是不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头落枕了 脑袋脖子歪了 头一转就疼 it hurts 他很疼 什么时候呢 when I turn my head 当我一转头的时候 他就疼 好 那么再回到原文这句话 have you hurt yourself 你有没有伤到自己 翻译过来就是你摔伤了没有 然后就跟Andy说 是的 我摔伤了 yes I have 这个很明显就是省略了 I have hurt myself 然后Andy接着说 我想我把我的后背给摔坏了 这里面 I think 就是我认为我想怎么样 that I have hurt 缩写成 have hurt 伤了哪了呢 my back 好 咱们先说back这个词 然后再回来说这个句型 首先back 这个词我们很早就学过了 它表示 是后面 或者是背面 月球的背面 这个房子 或者这个山的背面 反面 都可以是这个词back 同时呢 还指人体的这个后背 或者是你的脊梁骨 脊椎骨 有一个词叫backbone bone这个词指骨头的意思 那么这个词呢 就表示脊梁 或者是动梁 引申出意思 还可以表示中间力量 比如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 就是You are the backbone of the nation 你是这个民族的脊梁 好 同时back这个词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口语用法 也是经常用到的 就是back to back 背靠背 可以是我们真的实体的 你看到两个人背靠着背 也可以是这种虚拟的程度上的 比如说一个背靠背的比赛 就是今天刚打完一场篮球赛 明天再接着打 这种叫back to back 背靠背 非常累人 那么跟这样的造型相同的 还有一组词叫什么呢 叫hand in hand 就是手在手里 就是手拉着手 好 接着让我们再用back这个词 来造一个小句子 就是背着某人做什么事 我就是做事 然后在谁的后背后边 就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这样的一个顺序来说的 你可以说 do something behind one's back 在他的后背 他撞去的时候 我们在他后背操作 这样的感觉 比如说问一句 汤姆 你是不是正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这句话你就可以说成 Tom Are you talking about me 这里面谈论谁 议论谁 是talk about somebody Are you talking about me behind my back 好 接着Lucy让他站起来 其实这个有点不科学 因为在篮球场上 如果倒地受伤了 先让对一过来看 不要贸然的自己应战 如果哪个地方骨头错位了 断了的话 你这样会加重病情 一定要先躺着 如果自己处理不了 或者感觉实在不能动的话 一定要先叫医生过来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但是很多人都忽略 因为比如很多人摔倒之后 他第一反应就是 我得站起来 或者旁边人 赶紧扶一把 错的 都不要上前 都不要动 先叫专业人士来看 好 我们看看Lucy 给她一个非专业意见 说来 赶紧站起来 Try and stand up 这里面的stand up 很简单 就表示站起来 起来 这种感觉 那么在英语当中 我们经常用and 来连接两个动词 Try跟stand up 对吧 这个在13课的时候 我们学过一句话 叫come upstairs and see it 下来 然后看一看 这样的句子 通常就是一个引导性的 指引性的动作 同时还表示鼓励 你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事 比如说咱们课文当中 Try and stand up 这个try 就表示试一试的意思 try一踹 记得吧 好 接着来看 Lucy接着问 你能站起来吗 Can you stand up 这种非常简单的句子了 然后她又说了一词 叫here 这个词 你就不要翻译成 这儿的意思了 注意啊 这一定要学完之后 要明白这一点 这个here 在这里属于一个感叹词 它的意思就是来过来 这儿你瞧 来来 或者你可以翻译成为 这样的意思 就是引起别人的注意 here 这样的感觉 好 接着后半句 let me help you 这里面的let 是让怎么样的意思 比如说 let's go 对吧 让我们走 let me help 就是让我来帮助你 这个let有允许的意思 注意 在let后面 加的一定是一个动词的原型 千万不要加to 因为我在工作当中 看到很多同事 下意识的在let后面 比如let me to help you 这是个错的句子 不要加任何东西 就是let后面 一定是do 一定是一个原型的东西 好的 在后面一个词叫help 这个词 课文居然把它当做了一个生词 完全没有必要 这个help有人不会吗 help 比如落水了 救命 这个感觉 老外喊的不是救命 喊的是help 这样的东西 help表示帮助的意思 好 接着我们看 Andy能不能起来 I'm sorry 不行 起不来 I'm sorry Lucy 抱歉 I'm afraid that I can't get up 不好意思 我感觉我起不来了 这里面的get up 表示起来 站起来 当然他可以表示起床 但是很想然 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下 他肯定不是起床了 他不是睡觉 他是摔倒了 好 再来看看前面这个be afraid that 这个afraid表示害怕的意思 那么这个句型表示 我恐怕怎么样 跟它类似的 一会儿科文里还会出现 就是be sure that 这个sure就表示一定肯定 我认为 我坚定的以为会怎么怎么样 像这样的句子结构 通常后面要接一个从句 就是that引导的从句 但是说口语的时候 这个that通常是可以省略掉的 好 那么类似afraid 包括sure这样的词 还有很多 比如说say 看下面这个例子 she says that she's cold 对吧 或者是I want to say that 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think I think 或者是I believe I hope you know that 或者是understand suppose 这些词都是可以像 咱们课文原句当中 这个I'm afraid 然后后面加一个that 再引导一个 这个叫兵语从句 刚才看了一个词叫suppose 这个词不需要掌握 简单的了解一下 混个点熟 它也表示料想猜想的意思 好 接着我们接着看课文 这个Lucy说什么呢 我想最好还是找个医生 过来给你看一下 I think that the doctor had better see you 好 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think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词叫believe 包括以前我们也见过 I believe that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今天来具体变析一下 它俩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有的时候用think 有的时候用believe 当然这两个词 很多时候是可以通用的 但是愣要说区别的话 这个think它更多的倾向于 你是通过一个思考思想之后 分析得出的 你觉得应该做什么 对吧 你看这个Andy的腿 都已经这德性了 我分析了过后 我要需要给这医生打电话 对吧 好 那么think咱们再造成两个句子 就是你觉得我必须要走吗 这是你觉得 你认为你分析过后 你觉得我走不走 Do you think I must go 我需要走吗 然后 Please don't think like that 不要像那样想 然后接着这个believe这个词 它更倾向于的是主观上的相信 甚至是确信 可以是相信某人的话 或者相信某个人 比如这样一句话 I believe that you took my money 我脚的吧 是你把我的钱给我拿走的 这种感觉呢 有可能不是通过你分析 比如说你就是主观上 我就认为是你拿的 没有什么原因 然后再来一句 Sorry I don't believe you 不好意思 我不相信你 这个时候呢 这个believe就不能跟think来去通用了 好 那么再回到原文看这句话 其实这句话很简单 东西都是咱们之前学过的 比如说 I think that the doctor had better see you 这里面的had better还记得吧 刚刚学完 当时还跟must进行对比 还进行了练习 这个had better 就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它就表示你最好怎么怎么的 我就最好给你请个医生来 这个医生最好来见一见你 然后Lucy说了 我得给卡特挂个电话 Dr. Carter I'll telephone 当时他们还是坐机的情况下 没有手机 没有cell phone I'll telephone Dr. Carter 好了 挂完电话之后 Lucy说了 这个卡特 他说他马上就来 安迪亚 我看你得做一个孩子光透视了 拍个片吧 The doctor says that he will come at once 医生说了 说的什么 用that来引导一个小宾语从句 He will come at once 他马上就来 在我们说英语的时候 如果你说 你把另外一个人的话 转述给另外一个人的话 因为这医生说什么呢 医生说的是 I will come at once 我马上就来 这句话就是 The doctor says 他的内容 医生说的内容 所以说 把这两块给他衔接起来 中间要用一个that来连接 那么像这种转述 别人画的这样的情况 叫做间接言语 这种间接语 不用再整眼号了 因为你通过that 把他们俩连接成一句话了 好 接着我们再看这句话里的 at once 这两个小词 你可以把它连成一个整体 at once 就表示立记的意思 因为这个once 它有很多种意思 不好记 什么一次 突然 曾经 立刻 这种意思 所以咱们把这一个词组 当做一个模块 来统一记一下 就是at once 就是表示 立刻马上给我立即行动 这个词 在句子当中可以怎么用呢 比如说 汤姆 你给我马上过来 你就可以说 come here at once 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 这个at once 还有其他一个意思 表示同时的意思 比如说 你俩不许给我同时说话 一个一个说 怎么说呢 please don't speak at once 就是不要同时说话 好 接下来看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我叫的吧 你需要做一个 s光光透光透一下了 I'm sure that you need an x-ray Andy 这里面的 I'm sure that 刚才说过了 对吧 跟这个 I'm afraid that 我恐怕怎么样 一起对比着讲的 那么这里面 sure就表示 一定的 确信的 这个词放在这 是一个形容词 因为I'm sure 对吧 我是很确信的 怎么怎么样 后面是一个 that引导的 宾语从句 那么这个sure 在前面我再加上一个en的话 通常就会 加en就会把一个词变成动词 所以这个insure 就是向谁保证的意思 或者你可以翻译成 确保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向某人保证某个事 你就可以说 insure somebody something 然后保证做到怎么怎么样 保证下次不玩火了 你可以说insure that 后面加上一个句子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x-ray 这是我们所说的x光 这个ray表示射线的意思 我们经常说的拍一个片 拍这个词就用take 因为什么呢 take a photo 对吧 照一张像 其实就跟拍一片的意思一样了 所以都用take 但是有个小细节 需要注意一下 在x-ray前面的不定贯词 我们用的是en 而不是er 因为这个x是一个e 这是原因的因素开头 所以说前面用en 好 这节课的最后 我要再给你补充一个 非常重要的语法点 就是在有that引导的 这样的兵与从句当中 这节课其实咱们主要学的 就是这样的句子 那么这个句子通常 that前面跟后面的时态 要是一样的 比如说前面是现代时 那后面呢 我们也使用现代时 如果前面是过去时 我们后面也使用过去时 但是下面这种情况 它例外 就是当你在描述 这个世界里的一个客观事实的时候 一个普遍的真理 或者是自然现象的时候 然后不管主句是什么时代 不管你是现代时而过去时 我的从句 也就是说 that后面这个东西 都用一般现代时 为什么呢 因为that后面引导的这个句子 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真理 比如说 一年有12个月 或者是太阳 每天从东面升起 这个事情 谁也改变不了 而且每个人都知道 所以这样的句子 就是 one year has 12 months 即使它出现在了 这个that引导的句当中 比如说 我的小学老师曾经告诉过我 这肯定用过去时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my teacher told me that one year has 12 months 所以你看 后面这半句 它不受前面这个话的时态的影响 因为它是个真理 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好 要明白这一点 OK这节课咱们就讲到这了 我是Frank 感谢你听完 咱们下节课再见